原标题 就像是一个散发着浓烈香味的果林 所有人都知道它很危险 但依然抵抗不住诱惑 这就是属于那个年代的上海 充满着危险 但同时也充满着机遇 上海一座冒险家的乐园 那个年代 那个地方 注定会有着不同群长的故事和人物 杜月笙就是其中最为显眼的一位 杜月笙一生最喜欢是三碗面 这三碗面成就了杜月笙 他们就是体面 情面和场面 杜月笙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人物 平民出生的他 孤身到上海 凭借着一股痕迹 一股聪明劲 从一个人人可以欺凌的小混混 成长为了一个位高权重的黑道大哥 关于杜月笙其人 后人包贬不一 有人感叹于他的重情重义 也有人不屑于他的种种性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杜月笙很有远见 这一点让他能够在上海和游刃有余 杜月笙虽有种种毛病 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 杜月笙的表现着实可圈可点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杜月笙捐出钱财 为国家购买作战飞机 更是组织人手 与日军作战 杜月笙一生讲究场面 看重情面 追求体面 但是 他的晚年却有点落寞 晚年的杜月笙在香港 杜月笙虽然带了一些钱财 但平时挥霍惯了 晚年的杜月笙生活的很是拮据 甚至一度靠借钱为生 直到某一天 他的生命消失于一个小房子之中 没有盛大的场面 没有他最喜欢的体面 唯一能够给他慰藉的 可能就是那些仅存的情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